美丽 我找你半天了 原来你在这干活呢 小薇 你找我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美丽 前两天不担你一只鸡嘛 没给你钱 这不给你送钱来了吗 小薇 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那哪能忘啊 我是那赖账的人吗 好了 美丽 给你转过去了 我有事就先走了啊 小薇 等一下 你怎么才给我转二十块钱呀 小薇 现在二十块钱 上哪里能买一只鸡啊 阿评审 二十块钱不少了 我要去别人家里等 人家一毛钱都不会要我的 小薇 这都是看到里里里鸡的份上 我才卖给你的 要是换做别人 我才不卖呢 行了吧 美丽 你做生意都做到我头上来了 说出来也不怕别人笑话 小薇 当时你买鸡的时候 美丽有跟你说过多少钱的 你怎么现在又耍无奈呢 阿评审 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嘛 咱都是邻居 提钱啊 多少感情呀 不就是一只鸡嘛 我等会去打一只给你 我有事 现在啦 小薇 我话都还没说完呢 吃你一只鸡还要钱呢 掉钱也离去了 哎呀 婆婆 这个小薇真是太过分了 最喜欢占便宜 行了 儿媳妇 跟这样的人啊 犯不着生气 她就这样子 明白着来占便宜的 她就只给二十块钱 再喂鸡的两十钱都不够呢 算了 就当花钱买个教训了 我还要让我心碎 婆婆 最近不是换气 你说皮肤干不舒服吗 我给你买了一套护肤品 你浪费这个钱干嘛呀 这个多贵呀 婆婆 这个不贵的 我给你买的这个是人和的水乳精华 人家直接把奥列酵母打在包装上 奥列酵母 它是一个维稳保湿补水的好东西 这个就是这块水乳的灵魂 特别适合这个季节 不管是干皮 油皮 米明皮 还是孕妇都是可以用的 而且这个肤感很清爽 一抹就化开了 不黏你 这个真的这么好啊 婆婆 当然了 像你们年纪大了 皮肤都会干 你要适当的用一些护肤品来保养一下皮肤了 而且这个价格很实惠 保湿效果也很好 嗯 那我们以后都用起来 这就对了 以后用完了和我说了 我再给你买 好 三宝 你听说了吗 这个美丽啊 真会讹人 你猜 她家的鸡卖多少钱一只 一只鸡能卖多少钱呀 嗯 两百块钱一只呢 你说 她也不配心 你别胡说啊 这美丽不是那样的人 她能说你两百块钱一只啊 真的 这美丽这个人往后不能处了 哎 美丽 你懒得正好 小薇就说你了 哎 小薇 你别提她走啊 做的要实实在在的 你给我多少钱 你自己心里明白 美丽 我怎么做呢 还需要你教 三宝 你不要听她胡说 小薇 你到底给人家美丽多少钱 你说实话 气 跟你说什么 说了你也不懂 三宝 你先忙着 我先走了 哎 美丽 她到底给你多少钱呀 她就给了我二十块钱 二十 两百 哎 也只有小薇呢 干得出这种事了 不过 谁还在意我流下的泪 美丽 阿评审 你们怎么刚吃饭呀 哟 小薇 什么风把你吃了的 阿评审 是这样的 我朋友说啊 你家的鸡肉吃起来比较有劲的 你再去帮我打两只呗 小薇 你不要麻烦了我婆婆了 我去给你买两只 不过啊 这鸡呀 两百块一只 你说要几只啊 什么 两百块钱一只 美丽 你也太黑心了吧 小薇 就两百块一只 少一分都不买 阿评审 这街上才卖五十块钱一只 你要两百块钱一只 你咋不去抢啊 小薇 我们家养的可是土鸡 吃粮食的 反正卖给你就两百块一只 你爱买不买 美丽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针对我啊 小薇 我们自己家养的土鸡 便宜卖给你还不唠好 你还到处说文化话 我就不想卖给你怎么了 哼 你去抢是吧 我还不买了呢 哼 妈 两百块一只 你怎么要这么贵啊 欣欣 你是不知道 小薇上次买了我们一只鸡 就给了我二十块钱 还到处去说文化话 你说卖它两百块钱贵吗 那不贵 要够我 我得卖它两千 这小薇就得治 谁说不是呢 这有些人啊 占了你的便宜 还能记得你的好 这有些人啊 占了你的便宜 还不闹好 儿媳妇 你也不要生气了 快吃饭吧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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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